我有痛苦轮回众生 我一定要成佛 不是你成佛就算了 你才可以带着他们成佛 太伟大了 这不是随便人可以发的 也不要认为自己已经发了 所以要很战战兢兢的 绝对自己一直都做不好 所以观音菩萨告诉我们 要有卑下心 恭敬心 无染灼心 你才能够念大悲咒 大悲咒的力量才可以圆满展现出来 但是你念还是有力量 有功德的 但是你要达到修大悲咒的话 那你就要把观音的十种心 圆满的具足 这个叫前行 你不具足这十种心 你去念大悲咒 你也不知道观音菩萨的愿在哪里 然后观音菩萨这十二种大愿 如何帮助六道 那你都要知道 那观音菩萨这样做是圆满 阿弥陀佛的给他的任务 所以还要讲念阿弥陀 所以那个遗轨都是很好的 然后你在念大悲咒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观想 我想佛法没有高跟低 但是当然释迦牟尼佛希望我们大家都成佛 这个最重要 可以承担佛陀的任务 那个意思 就像各位身在澳洲 毕竟华人不是大多数 但是其他的 他们都没有学佛的机会 哪怕他再有钱再穷 他还是在生老病死 在痛苦 然后你必须为他们负起责任 所以我也希望各位 如果你愿意修悲心 不管你是念佛 诵经 词咒 那你要观想 你把自己 融入在这一尊佛的心里面 什么叫咒 佛的心叫咒 如果你没有佛的心 念这个咒就没有用 所以 所以陀伦尼就是互心 就是心跟佛合为一体 叫三昧也 然后你去念这个咒 才会产生力量 但是一开始我们没办法 但是我们就这样观想 我进入佛陀的心 现在我念佛陀的心咒 我现在念要是佛的心咒 那要是佛的心咒 展现出来是 骗一切处的 观心众生 里面有要是佛的十二大愿 当你念阿弥陀佛 里面有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所以你基本上 你要去了解四十八大愿是什么 那怎么样 把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愿 展现出去 所以那你要一直念习 所以那当然你在念习的时候 你不可能说 我现在在念习不要跟我讲话 他来找你 你就要开始帮他忙 一个人 一只流浪狗 你不能舍弃 就是那位无助菩萨 在山里面闭关十二年 对不对 都看不到弥勒菩萨 当他不想闭关去 救一只流浪狗 然后才看到弥勒菩萨 为什么 悲心 所以因为他是为自己而修 看不到的 放下自己去救那只流浪狗 原来他是弥勒菩萨 因为如果你是修大乘佛教 你必须完全念下来 站在对方的立场 所以我想各位 从现在开始 你回家开始做了 对你老公好一点 对你老婆好一点 对你婆婆好一点 对你的邻居好一点 因为他是你修行的对象 对他很客气 经常为他拜佛 替他忏悔 对他 你要开始修 因为修学佛法 如果人际关系不好 家庭关系不好 兄弟关系不好 夫妻关系不好 你这个白修了 为什么 这个佛法对你只是一个信仰 而不是一个修行 修行是包括智慧跟慈悲 两个 我们叫信仰 慈悲与智慧 三合一合起来 把信仰变成什么 来 菩提信愿 第二个慈悲 来 掌养慈悲 第三个 圣洁空性 这三个合起来 菩提信愿 要相信 而且发愿 众生跟自己都可以成佛 为了如此 那你要掌养悲心 掌养就像夫妻 从女朋友一直交往到结婚 照顾她 你都要培养 所以你要跟任何一个众生 培养悲心 各位没有喂蚂蚁的 要去喂蚂蚁 没有喂鸟 要去喂鸟 没有照顾老人 你都要有那个实际的经验 而且你要觉得自己可以做得很自在 有力量来帮助这些老人 这些病人 所以你要去学 你要去揣摩 简单的说 今天你进入一个商店 你要变成商店的老板跟客户 如何让这家商店赚钱 如何让客户方便 你要面面俱到 你不能说 很自私的 我进来买我的东西跑出去了 那你就失去一个 上求下化的慈悲的机会 你要学习经营这家 所以你要找到它的优点 你如何去帮助它的缺点 你要融入 这个叫消我 只融入一对方 不然你会觉得 我是佛教徒 他是天主教 我干嘛融入 所以你到天主教堂 你要融入在 耶稣基督 圣母玛利亚 你要融入在这些教室 你要融入在地下室 那些骨头里面 外面那些墓碑上面 因为你要融入 你要去感受到他们的苦 要引导他们离苦得乐 你要借这个机会修行 那你这样在 短短的时间里面 你才可以充分的累积质量 才可以所谓圆满 菩提心 所以掌养慈悲 再来圣洁空性 虽然你做了很多 甚至被毁谤 被伤害 但是你认为没有一个我 这叫三轮体空 没有你 没有我 没有这个法 也没有这个布施 十亿跟一块钱 对你来讲是一样的 没有差别 也不要急着说 有些人是要抢功德 抢什么功德 我发现现在 师父 我念了一百万遍 很好 干嘛 会不会发财 没有用一个佛菩萨的心来念 他是得到自我的利益在念 我最近房子卖不出去 我往里边往里边往里边 当然会有一点福报 但是等你房子卖出去的 这一百万遍就升回泡沫了 因为你是有所求 这不符合大乘佛教 所以这一点只有自己知道而已 好 留几分钟 我本来今天要跟各位讲什么 八大人绝经 因为有很多不错的 但是今天外面有一些讲义 各位也可以带回去 好 有问题吗 所以再背一次来 真上心 解脱心 菩提心 修行佛教叫下四道 中四道 上四道 这个修行是连在一起 千万不要切 千万不要为了后面而舍弃前面 做前面为了后面 他是一起在修 那这样才能够圆满 所谓发菩提心 那就包含了这全部 那我们看经典 要用菩提心来看 往生净土 要用菩提心来往生净土 OK 有问题吗 请说 我不会就要下回回答了 师傅你好 谢谢你 那个我的问题就是 就是 就是关于现在那个 现在世界的未来 我就想用什么样的心态 去面对这个 global warming 然后我们就算修 我们怎么能够 渡过这个难关 或者是 比如说像现在缺水也好 这是一个全球性的问题 那我们这位修行人 也会面临缺水这个问题 这个是很实在的 这个应该怎么 用佛法的观点来去理解呢 谢谢 缺水在人的心态 贪心太过于泛滥 就会水灾 贪心不满足叫缺水 所以现在澳洲大概缺钱 你的房子房地产都缺了 所以人的心 贪不能满足 它就会少水 就是如此 所以你要如何去改变 那就是我们要消除这种 不满足的贪心 我们要故意的告诉这个想法 是不对的 而且还故意的还要去布施 所以这样以后 你才能够 而且你要影响别人 也用这种心态 那这个时候当然也可以 比如说缺水 要多念大悲观音菩萨 干露咒 要观想 或是念观音化身的白财神心众 白财神也代表水解脱的意思 那这个时候我们必须用三种力量 第一个自立 就是说我的意乐 我这样念 是为了众生要有这个悲心信心 再来佛力 刚刚讲了 你要念准提咒 念甘露咒 念白财神 都可以了 念余宝 头多尼也可以 就是因为希望大家财宝充足 不会有贪不满足的心态 那个叫佛力 那法力呢 那当然我们去布施水 所以我最近每天都会 每一场法会都发水给大家去外面 倒啊倒啊 布施甘露 就是因为缺水 所以我们要布施水 减低贪心 叫自立减低贪心 佛力 他力 来改变 那我想不能关心澳洲 因为这个世界是源起的 现在是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除了文莱没问题吧 但是整个世界都是如此 中国跟美国的问题 影响到整个世界的问题 所以这不是谁错 这个是一个业 因缘 那当然我们不能站在哪一边 各位我虽然我们是中国人 你不能说我站在中国人来批评美国人 那你就错了 因为我们是佛教徒 佛教徒是站在整体的来看每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所做的功德 也要回向中国 以及领导 美国 美国领导都要一起回向 因为如果你偏一边会伤害到 你反而加入这个业 随喜一个不好的业 所以当我们回向的时候 一定要离两边 所以这叫舍 慈悲喜舍要有这个平等 冤心平等的去回向 这样可以 所以当然会讲回来 藉由外在的因缘来修行自己 但是不要求外在的因缘产生什么样的 如果会改变 那叫不可思议 让我们有信心 但是不是执着说 我这样做 我怎么最近店里生意还不好呢 那你就没办法了 不能有所求 刚刚讲的要有这种随缘 然后借这个因缘让我认真地修 所以我认为这个世间的这些变化 是一个学佛很好的机会 不然大家就不会醒过来 大家还在忙着收钱 卖房子 租房子 所以这个时候有一点困顿 你才会去思维 就这个意思 所以能够让我们在种种的变化 生老病死得癌症 和相信了法 故意的三宝 那才是最宝贵的 这个是最宝贵的 其他都可以随缘 这样就好了 好 谢谢 请说 我想问一个师傅刚才讲到 就是比如打坐的时候 看到自己的长辈 什么感觉 既然我想到 那么说自己修行的时候 作为一种定刻 打坐 应该是怎么样去做 比如说是应该念佛号 或者是持咒 或者是观显 当然打坐有很多 请坐 很多种方法 但是站在大乘佛教 是不离大悲心 我们叫大悲无量 大乘的禅定是大悲心 小乘的禅定是不动 心静性不被境界影响 那我们大乘 所谓大乘就是大悲心做根本 所以叫不离大悲心 这个叫大乘的禅定 所以不离大悲心 不能光打坐 除了打坐的观想 实际你要开始去对待 动得慈悲 那只是说 当然如果有机会打坐 就像刚刚讲 大乘的禅定是 让自己的心跟观音菩萨 或是你是修地藏菩萨 合在一起 合在一起 这个定就是定在 地藏王菩萨的愿 这个是大乘的定 定在奥弥陀佛四十八大愿 这是大乘的定 所以那当然你要了解阿弥陀经 了解无量寿经 然后按照这样去修定 我们叫等词 叫三昧的意思 但是这种三昧不是说光在那边 孤作 是说你什么事情 开始练习 专心分析再去做 不要让自己心乱掉 你在工作 你在煮饭 你在做什么 你要把这个动机 比如说我在插花 很认真 可以念了上贡的插花的记 这个花也可以融入到地狱 你要这样观 用这样的 以佛的心态 以菩萨心的心态 去插一朵花 去倒水 就是大乘喜欢修这样的定 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 用的比较多 所以我们叫动则修复 当你动的时候 你要为了利益重生 静则修复 当你没有办法去动的时候 那个时候当然 我们是用禅修的方法 我不见得非得就是说 一直是只是专注于这一句佛号 我可以比如说 想弥陀的四十八大愿 对 也就是说 你要让你心保持在你的目标 如果你单一的 有时候我看很多人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没声音啊 为什么 睡着了 有点故障 你还不如是殡仪馆 你还不如是 我们今天去的湖墓 我每一个帮你们念 一千零八遍 阿弥陀佛 你念不完 因为你有对境 那个对境 是一个悲心 然后你再来念 对你比较有帮助 所以我一直强调 也是经典强调 不离悲心的定 才叫大乘的定 如果你离开了悲心 去追求这个定 很容易落入 个人解脱道的修行 好 生命电视台的存在 代表佛陀的教法及慈悲 让大众能够感受到 感谢各位收看生命电视台 也愿大家多护持生命电视台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护民生命文化基金会 来来来来 来这里 来到这屋里 什么故事都有理 欲言同化 好玩有趣在这里 欢迎你来这里 各位大朋友 小朋友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志工妈妈说故事 我是香香妈妈 我是护华 是香妈妈好 护华好 护华你有归一三宝吗 有啊 我跟妈妈都有归一三宝哦 嗯那很好哦 归一三宝有时候有很多的利益哦 古时候就有一个父亲呢 在世的时候归一三宝 时候转生33天 并且还回来哦 勉励他的儿子要好好归一三宝 结果如何了呢 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这则故事吧 大家让我们一起来看看 我们一起来哦 走吧 走吧 来吧 父亲 喝了这碗药吧 爸 爸 那本佛 佛经 拿给我 等您病好了 再看佛经吧 我的病 不会 不会 不会好了 我以后 再也没机会 听 听师祖 为我说 说法了 父亲 您别乱想 您不会有事的 孩子 帮 帮我把那本 扯经 拿 拿过来 我想 再 再看一看 父亲 我的父亲啊 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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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啊 父亲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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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尊 我是来向您表示感谢的 承蒙世尊慈悲为我传授皈依 并可以亲自聆听到您的教法 才能在死后转生三十三天 世尊 我该返回天界了 去吧 我的父亲 父亲啊 这不是我的儿子吗 他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呢 你是怎么了 为什么这么悲伤呢 你是谁啊 我是你的父亲啊 父亲 您真的是我的父亲 父亲 您现在在哪里啊 我已经转生到三十三天 三十三天 您是因为什么样的善业 转生到三十三天的 因为 我在人间皈依佛陀 受居世界 亲自听佛说法的善根 才转生到三十三天的 你不要悲伤 我现在非常安乐 你好好皈依佛 法 僧三宝 对你的未来 会有极大的利益 父亲 我也要像您那样 皈依三宝 好 世尊 你来了 是的 世尊 我希望在佛前出嫁 受持比丘戒 世尊 是什么样的姻缘 是这位婆罗门的儿子 一开始对佛法没有信心 但在听了父亲的教导后 才对佛陀 生起信心 跟随佛陀出家 并证得阿罗汉果呢 希望世尊 为我们解说 前后姻缘 佛陀佛陀 佛罗门的儿子 在听了父亲的教导 才对佛陀 生起信心 并出家证明 其实这个过程 不只是现在 在过去生中 他们也是这样的 在贤劫人寿 两万岁 加瑟佛 住世时 印度路演员 有一位婆罗门的儿子 世间学问 没有不通晓的地方 而这位婆罗门 对加瑟佛 具足极大信心 在佛前皈依 受尽 死后 转身到天际 儿子无法接受 失去父亲 伤心不已 天天哭喊 父亲啊 父亲 父亲 孩子呀 你不必这么痛苦 我在加瑟佛前 皈依 受尽 死后 转身到天际 也应该皈依 加瑟佛 对你以后 会有利益的 嗯 儿子听了 父亲的话号 就到加瑟佛前 皈依出家 林中之子 他发了一个愿意 我在加瑟佛 教法下出家 没有得到什么境界 希望我将来 能在世家谋尼佛的 教法下出家 正在罗汉国会 由于他当时 所发的愿意 现在已经成熟 所以能在 我的教法下出家 成为阿罗汉 当时的父子 就是现在的父子 当时的儿子 是听从父亲的开导 而出家的 今生也是听从父亲的开导 再加上前世 他曾经发过的愿力 才得以出家 正夺汉 这就是婆罗门父子的 前后姻缘 多谢世尊 婆罗门 指古印度社会中的 祭司 贵族 为社会中地位最高者 居世界 指佛教中 在家修行者 需遵守的戒律 包括五戒 八戒 和十善 比丘戒 即佛教中 正式出家 而需持守的戒律 包括 沙明 沙明尼十戒 故事中的父亲 在临终前 要儿子拿什么东西给他呀 要儿子拿佛金给他 对 因为他唯恐 不久于人世了 再也没有机会再听世尊说法了 所以很想再多看看 那个经书佛经 对不对 那再来 那个父亲听了世尊的教法呢 死后结果如何了呢 结果婆罗门父亲转生三十三天 对 婆罗门父亲转生三十三天 而且来向世尊 礼敬谢恩哦 嗯 那婦华 婆罗门父亲要转回天界的时候呢 看到了儿子还在哭泣 便对儿子说了些什么呢 他告诉了 他的儿子说要归依佛法生三宝 对 婆罗门父亲呢 在人间呢 就归依了佛陀 并且因亲自听佛陀说法的善根呢 死后转生三十三天 并告诉儿子要好好的归依三宝 对未来有极大的利益哦 那 后来 婆罗门的儿子有归依三宝吗 有啊 对 他不但有归依三宝呢 而且还在佛前出家 受持比丘戒哦 那婦华 什么是儿子出家的原因呢 前后的姻缘又是什么呢 嗯 由于啊 他的父亲 今生的父亲有开导他 再加上前世有发过的愿力啊 所形成的呢 对 刚开始的时候 婆罗门的儿子呢 对佛法没有信心哦 但是 听的时候 升天的父亲的开导之后呢 便对佛陀生起了信心 而出家正果了哟 那另外哦 佛陀针对婆罗门父子的前世姻缘 做了什么样的开示呢 婆罗门父子前世也是父子 在加瑟佛的教导下 归依三宝 对了 婆罗门父亲呢 在前世也是对加瑟佛 起了极大的信心 过世后呢 并转身天界 并且对哀伤的儿子呢 勉励 他要归依三宝 婆罗门的儿子呢 出家后呢 就在临终前发愿 希望来世能在 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出家 并证得了阿罗汉果位哦 嗯 婆罗门的儿子啊 终于如愿隐藏 来世在释迦牟尼佛的教法下 证得阿罗汉果位 对很好哦 所以呢 修学佛法 利愿是很重要的 因为他提供了修行人的方向 目标 就像我们做任何事情 也都要有一个目标 然后朝着这个目标努力 最后一定会达成我们的目标的 嗯 很好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 以上就是今天的故事了 希望你会喜欢 我们还有很多精彩有趣的故事等着你哦 下次再见哦 拜拜